自从30系显卡发布以来 高端台式机和高端笔记本显卡之间的差距就拉得有点大了 笔记本上的3080说是3080 实际上用的却是桌面3070的核心 自然而然性能也就弱了不少 不过今天NV总是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升级 笔记本上也推出了新旗舰显卡RTX3080Ti 比起3080的核心规模增大了不少 那么笔记本上的3080Ti到底是个什么表现呢? 它和我们台式机的3080Ti又能有多大差距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这次笔记本3080Ti非常出乎夜耀的启用了一颗全新的核心GA103 我量了一下它的核心面积差不多是496平方毫米 也就是正好介于GA104和GA102之间 对于笔记本来说这个接近500平方毫米的核心算是巨大无比了 以往这种半代更新的卡都是手术道的产物 拿现有的核心阉割一下来做的 这专门开个新核心还真是稀奇啊 给我的感觉是没准以后很多现有的型号 也会换用GA103这颗新核心加以阉割来做啊 不管怎么说先来看看咱们这个3080Ti是个啥玩意儿吧? 完整GA103同样是6GPC 但每个GPC比GA104多了两组SM 总体规格上是大了很多啊 而3080Ti在这个完整的GA103规格上 又稍微阉割了两组SM 一共是7424组枯的 从规模上讲 比基本3080Ti的核心确实很顶了 这个规模比起3080还是大了很多了 不过离台式机的3080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更不要说台式的3080Ti了 显存方面依然用的是256位16GGDR6显存 并没有用上GD6X 但是显存频率高了一些 带宽要比3080来得更高 不过比较难受的是功耗依然最高只提供了150W可选 算上Dynamic Boost顶天也就165W的显卡功耗吧 去年色30G笔记本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这代卡的瓶颈就在功耗上 就算你核心再堆了 你功耗不给租也没什么软用啊 所以这就让我有点担心 这个3080Ti加了这么多酷的 到底能不能发挥得出来啊? 除了3080Ti之外 NV这次还出了3070Ti 用的是J104的核心 从规格上来看 它基本上是和台式机的3070差不多了 乍一看这不挺好吗? 已经接近笔记本3080的规格了 但是它给的功耗还是比较少的 125W顶天跟3070一样 我觉得这几个卡应该都拉不开什么差距了 反正今天咱们先不着急 先来好好测一下这个3080Ti好了 我们这次测试用的笔记本是一台雷蛇的零刃时期 除了3080Ti之外 它也搭载了新的i7-12800H CPU和DDR5-4800内存 所以CPU方面对比3080机器用的11代也会有一些优势 这台零刃时期用的是一整块均热板散热 实测显卡在Dynamic Boost的帮助下是可以跑到最高165W的功率的 双烤则是45加150的成绩 这套模具的释放还行吧 废话不多说 赶紧给大家看看性能 首先是30Mark Time Spy的基准 这个3080Ti跑出来的成绩12688分好像没有比3080高多少 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激进的3080跑的分比这个分还要来得更高了 如果你看频率的话 3080Ti的运行频率要比3080低不少 这其实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两张卡都限了165W的功耗 那么规格大自然是更费电了 要想跑在165W以内只能降频 这张3080Ti的Time Spy频率只有1500Mbps左右 这对于一张非MAXQ的显卡来说也也太低了一点 此消彼长的性能自然就和3080差不多了 我也试了一下 给这张3080Ti稍微超了点频 实际上在165W的功耗限制内也是可以往上拉个200Mbps的 在负载不高的场景里面 频率倒是可以稍微往上走一点吧 好分可以上到最高13400分 这个分数其实也没高多少 就是台式机3070水平吧 那这个165W的功耗墙不去掉的话 怎么拉我觉得都挺困难的 好消息是光追性能确实实打实提升了 30Mark的光追特性测试3080Ti提升了22%的光追性能 这个幅度还是比较符合规模的 应该说GPU降频归降频光追单元还是多出来这么多 规格优势依然摆在这里嘛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实际游戏的发挥了 首先要来见一见我们的老朋友大表哥2 大表哥2自从支持了DLSS之后呢 其实运行压力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我们这两台笔记本2K分辨率加上质量档的DLSS 特效全开都可以跑到80多帧 然后4K分辨率加DLSS全特效能 勉勉强强能够跑60帧 还算是比较OK的一个帧数 但是这个3080Ti依然没有和3080拉开差距 核心差别这么大 性能也就差个两三帧 感觉这个升级似乎不是特别滑的来 接着我们又跑了新的赛车大作 极限竞速地平线5 那么说实话地平线5的硬件压力比起地平线4 还是提高了不少的 但是优化仍然还算不错 这个游戏没有DLSS 在我们2K分辨率全特效仍然能跑到将近80帧 4K也能跑到接近60帧运行 然而在地平线5里面这个3080Ti就不太行了 居然还开了倒车 2K性能没提升 4K还低了一帧 虽然可以说是误差范围内 但是这个完全没进步的表现怎么说都挺让人失望的呀 不过不是所有游戏3080Ti都毫无用处的 接下来我们测了新加入的微软阵营大作 光环无限 这里3080Ti的提升幅度就要稍微大一点了 2K和4K分辨率下都比3080快了大概9% 虽然9%也不是什么很大的进步 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至少不是误差范围内 有一说意 光环无限作为主机第一方的游戏 PC版的优化好像还不错啊 没有DLSS的情况下咱们2K都能跑到100多帧了 我觉得挺满意的 那么测了微软第一方 要不再来一个索尼第一方吧 大名鼎鼎的战神4前一帧是刚登入PC 而且我们可以在PC上开启大幅增强过的Ultra画质 比起PS4原版画面细节给力了很多 还支持不少的新技术比如DLSS 就可以在战神里启用了 那我们跑了一下这两台笔记本 这一次3080Ti确实也能稍微强出一点点吧 大概强个5%左右 聊胜于5 那么基本上4K分辨率特效全开 加上DLSS的质量档 这两台机器都可以跑到刚刚上60帧左右吧 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会掉到50多帧 可以说这两台机器的差距仍然是比较小的 最后我们也测了老大男游戏 赛博朋克2077 这个压力就比较可怕了 哪怕2K分辨率光追全开再开启DLSS 这两个卡都没法跑满60帧 4K分辨率甚至只能跑到30帧 甚至30帧都跑不到 这个2077的光追压力确实大到有点离谱了 不过也是因为光追性能还算不错的关系 这次3080Ti相比3080可以有些许的性能上的提升 不至于完全拉不开差距 反正总的来说 比这本3080Ti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功耗给的太少了 这么庞大的一个核心 基础功率才给150W的功率 在工艺制成没什么进步的情况下 你是做不到又想马而跑又想马而不吃草的 自然而然堆再多的CUDA都没办法带来什么性能提升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NV产品战略的影响 之前的2080上NV是提供200W的产品版本的 但是或许是这种后专机的市场越来越小众 叫好不叫做 对吧 3080和3080Ti反而只留了最高150W了 这其实也体现了NV想尽可能把游戏本做薄的愿景吧 但是你想做轻薄想做能耗笔 有什么不用新一点的工艺制成呢? 换个台积电或者三星的5nab 没准就能解决问题了 何必用个8nab制成在这一点点抠功耗呢? 说白了不还是为了控制成本吗? 不过3080Ti这么多的CUDA核心也不是完全没有软用的 比如我们测了Specviewperf的工业软件 就发现3080Ti在好多的工业软件中 确实是领先了3080不少 由于Coreo、Maya、西门子NX这些软件 3080Ti的提升幅度都挺大的 这里面除了12代酷睿CPU的功劳之外 其实也是因为很多的专业软件 不会让显卡满负荷运行 那么在不撞功耗墙的情况下 3080Ti多出来的这么多的CUDA自然要比3080更有优势了 另一个大家好奇的问题就是 笔记本的3080Ti和台式机上的3080Ti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大家都叫3080Ti 但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台式机3080Ti的跑分是19500分 比起笔记本的3080Ti强出了54%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实际游戏里面我们也测了一下 这两者基本也是维持了40%到60%左右的差距 而且图形压力越大的游戏差距越大 你像DPC5这种优化比较好的也就差个40%左右吧 到了赛博朋克2077里面 这两者差距就接近60%了 可以说这个笔记本的3080Ti 基本上是接近台式机3070的水平 和台式机3080Ti差的还是挺多的 对于笔记本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魔幻的事情 因为直到3060为止 笔记本的显卡和台式机还差得不太多 甚至于笔记本3060可能还比台式机3060强一点 但网上到了3080Ti之后 就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功耗了 30系显卡的能耗比其实不太理想 这在台式机上并不是问题 我能随随便便堆个300W400W的功耗 也没人会说什么 但是你笔记本无论如何都得控制在200W以下吧 对于低频表现比较差的电脑虎核心来说 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如果你用的是60级别的笔记本显卡那还好一些 这些甜品卡本来就不太耗电 多给点少给点电的其实影响也不大 但7080甚至80Ti这个级别的卡 可以说是越往上越难提升性能的 因为你的平静就在这个功耗上 你还把这个功耗给限死了 所以笔记本里面 其实3060和3070这个定位的甜品卡 要远比这些旗舰卡来的划算得多 少花一大笔钱其实性能没有差多少 旗舰笔记本的话跟台式机的差距大了 不过有一说一 我也不会因此就推荐你上这个台式机 毕竟现在台式机显卡依然是贵的要命 反而在这种特殊时期 笔记本的性价比还普遍要比台式机来的更高一点 这个真是太魔幻了 总的来说 笔记本的3080Ti规格提升很大 但是游戏性能的进步非常有限 游戏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特别考虑它了 而在一些跑不满功耗强的专业软件里面表现都还可以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新显卡是跟着12代CPU一起上的 如果你是为了CPU性能买了机器 那么自然而然也会用上这个新显卡 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那我们的CPU评测很快也会和大家见面 也敬请期待吧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长时间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